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30日 星期二 這是特化新聞 因為我們剛剛收工 網友即時報料 在台灣發生了一宗 抗共第一槍 台灣 國軍 第一次向共匪開槍 所以我這宗新聞不報不行 這宗新聞居然成為了國際焦點 CNN BBC 等等 全部 金門打響第一槍 對著共匪 射擊無人機 射擊無人機 這個第一槍也跟我們剛剛那節所說 金門被纏繞也有關 直接是相關 直接是後續 所以立即和大家錄一節 突發消息 沒錯 先說說新聞 陸軍金門防衛指揮部 在今天30日晚間證實 在下午4點多 又有中共的無人機 分別是四批 是四架次 集繞金門的 大膽 二膽島和C序地區 大膽島 一個叫二膽島 首軍部隊 對著四架 無人機發射信號彈 視警無效 根據他的程序 開槍防衛射擊 無人機信即向中國下門方向逃去無蹤 今次金門的防衛部門指出 下午4點23分起 分別在大膽 二膽 C序地區 發現一批民用無人機 三批三架次 經過首軍射擊信號彈事警之後 飛來 但是到了5點59分 又有一架飛過來 進入了二膽地區的 禁限制水域上空 首軍根據程序發射上飛彈事警 這架無人機仍然在判船 首軍下令10彈射擊 將拘離 真的是10彈射擊 應該要積極回應 既然對方是無人機 你用不著打他下來吧 台灣是應該要強硬一點 因為台灣之前那個被侵擾也造成一個很大的迴響 覺得太軟弱 無人機也不敢攻擊他 因為你也是軍事挑釁來的 直接挑釁你那個防線 如果你這次來 你不反擊 下次派多一點來的 現在就是這樣 現在就有隊形來的 四批次來的 下次來40架的也會怎樣 中共解放軍無人機 近期 幾度去襲擾一些離島 不斷向這個進逼 離島的江哨和軍事設施 甚至 有相關的影片 發佈在大陸的社交媒體上 蔡英文 今天在澎湖 視察駐軍的時候 指出 敵軍越是挑釁 越要冷靜 不要挑起爭端 自我克制 太克制了 無人機 你不要緊 這是一個無人器具 你就是沒收 你現在就沒有挑釁 雖然你現在不是去攻擊共軍 那是你的領土來的嘛 你的領土你也不打他下來 怎麼可以 他說不會讓對面有不當的藉口來製造衝突 原來是這樣 即是不要激動共產黨 這個不會的 現在你也決定開火 美國也這樣說 美國也說不會接受 用無人機這樣的方式去挑釁台灣 他也說 雖然是不想製造藉口或製造衝突 但是不表示國骨不會反制 蔡英文說 已經下令國防部 在昔時 要採取必要 強而有力的反制措施 捍衛國家領空的安全 這樣說的比較似乎 有時候因為大家都在用中文 看一看 台灣外交部有時候會看錯了中共外交部 大家說的始終都是中文 字眼會有一點重複 強而有力的反制措施 台灣真的會開火 中國的強而有力的反制措施 就是完全沒有用的 他們是收火的 禁止外國人進入中國大陸地區 他們甚至乎制裁佩洛西 原來只是禁止他們中國旅遊 還有一件澄清 那間公司說有179億美金 其實不是佩洛西的老公 那件事是搞錯了 他們把兩個名字很像 當成是 完完全全不是的 我都忘記了澄清這件事 強硬砌下去 大陸很流行 因為他們不懂英文 兩個名字很像 說回金門 金門我們看看 相關的新聞圖片 看看地圖 大家會發現 這次被侵擾的那個島 就是列序島裏面的其中一個島 叫做C序島 C序島就是在列序島的北面 而C序島 是非常靠近廈門的 是在說兩三公里範圍之內 其實是眼看得到的 其實兩三公里是很近的 維港有沒有兩三公里 不止 維港不止 好像再遠一點 我看回地圖 要量度一下 你計算最近距離的時候 是很短的 甚至乎如果就這樣看距離 有些像昂旋舟 以及對面對開的葵涌 可能是在對面 我看距離 應該可能是昂旋舟和葵涌的距離 十分之近 而廈門對面有很多高樓大廈的 很多寫字樓在這裏 其實在廈門那裏的寫字樓 是可以看到C序 上面那些國軍的一個哨站 圍多利亞說的 最近的位置就是里圓門 里圓門很近的 只是四百多公尺 最近的位置 這裏可能 這裏就是寬一點的地方 寬一點的情況就是 維港不斷地測量一下 不斷地測量一下 1.3公里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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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公里左右是1000多米左右 很近的 大概是西環啊 大概是西環到昂旋舟 很接近的 肉眼就已經看到高樓大廈了 現在的侵擾 我覺得距離就好像馬灣的青衣 青馬泰橋 很近而已 看到了 其實無人機的侵擾 它對面過來很容易 因為距離太近 無人機也有兩三公里 也能飛兩三公里 絕對能飛到你這裏 之前的國軍被人拍了 我覺得太黑了 太保守了 沒有遇過 因為這裏要跟大家分析 守金門那就夠了 守金門還要守列散島 還要守那個施散島 那個是守水堂的被人調去 那個國軍 那裏有甚麼可能會有最精良的反應 但看起來反應也不算差 有些反應也是有反應的 一個作為守水堂的官兵 應該是沒有防範意識的 應該在燒東西吃 還懂得扔石頭反擊 還有這個國防意識 還有保家衛國的心態 算是不錯啦 要這樣看 你那是一個 邊垂中的邊垂 即是樹邊 古代最慘的樹邊 根本你不覺得不可能會有衝突的地方 衝突也守不住 在別人的旁邊 人家只是派一個小輪來 攻陷你也做到了 真的派一個小輪來 也能猜到 所以中共也尊重了一些東西 你派幾架無人機過去 其實靠不住什麼 白宮也有回應 但這次是奇怪的 白宮也出來回應 國家安全會議發言人出來回應 說知道 中共繼續用這個無人機去挑釁台灣 美國說這件事是不能夠接受 這件事其實是 很大國際層面的 這次中共是自己拿來壞 他 現在根本是在做一些打飛機的事 但是 打飛機打出禍 現在美國就借的意義要干預 遲些 拜登說 拜登提出要賣300多億的軍購 賣給台灣 把那些 很新式的武器賣給台灣 你自己拿來 你飛無人機過來 我們賣MQ9給他 要震懾你嘛 你那些就是玩具來的 你那些Amazon的那些吸收的玩具來的 我給對方BB彈射中 然後他馬上賣L-15給我 差不多了 完全不對等 射馬子 他用馬子射中 買一支AK給他 差不多了 這次 我們就這樣看到 中共其實以往很虧搶 你打算 玩精神勝利法打下飛機 誰知道人家借了一些醫療來的 這應該是不對的 站在藍絲的立場來說 你這些叫做失敗主義 美國不是阿拉不倒的 美國是可以被打倒的 我們只要繼續堅持跟美國對抗 終有一天會打倒美國的 所以你們千萬不要放棄 做人不應該是失敗主義 不應該因為美國強大 你們退縮 應該跟美國對抗到底 不要縮啊 我們支持你不要縮啊 即使人家派MQ-9無人機來把你斬手 也要讓他斬 不要對抗到底 人家出MQ-9 你就多出幾架無人機 繼續侵擾台灣 看看人家有多少架MQ-9飛來為止 不數量取勝 蟻多生死長 不怕他的 追不了MQ-9 不用怕他的 這節時間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拜拜